从俄罗斯入侵并封锁乌克兰黑海港口以来 乌克兰无法正常出口谷物 追求面临粮食短缺危机 对此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美国将与欧洲盟友合作 在包挖波兰的乌克兰边境地区建造临时粮仓 设法让乌克兰出口更多谷物 加拿大与丹麦为了北极圈营座无人居住的平级小岛争吵数十年 两国占领小岛所使用的武器却是国旗和平装酒 14日两国协议划分汉斯岛 岛上因此出现加拿大与欧洲的首条陆地边界 终于结束这场僵持49年的威士忌战争 电动车大厂特斯拉竹心装马斯克表示 他也许会支持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 并预计今年11月的其中选举将出现共和党胜选的红色狂潮 针对马斯克的支持 德桑蒂斯开玩笑说 我乐见非裔美国人的支持 北韩境内有中共病毒疫情威胁 西南部近日再传出爆发 急性肠道传染病疫情 但未明确揭露疾病名称 外界推测可能是伤寒或霍乱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下令 把家中常备药品送到疫区 并制定严格的隔离措施 新唐亚开电视整理报道